612反修例冲突两周年 全球以渔水在序为题声援香港 我们的记者去过英国伦敦 德国柏林 美国的洛杉矶和纽约 加拿大多伦多的集会 和当地的香港人谈过 612两年过去 现在的香港 熟悉的口号和歌声 再没办法享设这片土地 但大家在不同时区的612 仍然坚守信念 有人墨站纪念两周年 亦都有人令香港被压制的声音 响切全世界 又是香港很久没见的旗海 以香港 Peterson 跟我说 mikä 怎样 改参 投赦 岁小群 過去兩年有無數人因為政治打壓流落異鄉 我不會去怕這個共產黨 我只會更加堅持去走這條路 我們最後也沒有辦法爭取得到我們的訴求 但是這個運動仍然是有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就是要令到其他西方國家 以及德國去改變他們的對話政策 不同國家的議員和前議員都出席之子 不是香港的香港人用不同的方式關心這個家 有人希望為下一代留下真相 兩年前在香港抗爭過的人 離開之後更加努力發聲 或者我可能再回香港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麻煩 但是我想如果我們自己都畏首畏尾去怕 那在香港裏面的手足他們會怎樣呢 那我們還爭不爭取呢 大家好 谢谢大家